当然 我也相信这世上 一定不会有云前辈 解决不了的事 爹 高秋落西养殖家母 所以 你为何独自坐在屋顶 我 我想等日后宴会结束后 再亲自告诉前辈 也好 姑娘只要想好 何时与我谈都无妨 你们听说了吗 星灵圣玉 风灵长老 卤了一堆俊男美女 困在她的风铃山上 练作卢顶 甚至 她还将活人做成了傀儡 听说了听说了 那流影珠都传开了 她自己亲口承认 不过 那傀儡之说 只是谣言吧 流影珠上没有记录啊 傀儡之说 不可能是假的 不信 我们来打个赌 她既然都养卢顶了 养只傀儡也不稀奇 这些个大宗门啊 手里沾的血 不比云魔头少啊 是啊是啊 修仙界众人 素来爱人云亦云 师父身上很多丧水 也是没有证据 就这么被泼上去的 师姐不弃 亲者自欺 迟早世人会知道误会了师父 等恶行为提升了 我一定把八大圣玉的圣主 都抓到师父面前 逼他们磕头认错 有师姐在 这种诗怎么能让你悄先呢 高傲他俩正好去了心灵圣玉 不仅是他们搞出的动静 不如我们也去买个流影猪 看看心灵圣玉的笑话 好啊 我猜 不会是三师兄 正好被抓去做炉顶 才痛破了这件事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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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居然敢要师父喂酒 我也要 哼哼 靠儿似乎有点胡闹过头了 正是不及他收拾这种烂摊子 小鹿 师姐先回一趟莲花风啊 师姐 记得帮我好好问好三师兄 自然 师姐 切磋不用下这么狠手吧 三师弟这是说到哪儿的话 切磋自然要尽全力 才能尽快把实力提上去 这样下次师弟遇到危险 就可以自己解决了哦 师姐 我错了 饶了我吧 真恐怖啊 幸好另一位姑奶奶没回来 不然有高傲这小子好受的 下一位 下一位 轮到为师了吗 啊 师父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为师不能来 师父来去无踪 徒儿还以为 你又去哪风流了呢 好了 明日我们还要一同去太虚圣语赴宴 早点休息 是 云前辈这边的状况可真有趣 各位远道而来 欢迎欢迎 哎 神圣主 别来无恙 圣主今日 七色看起来不错啊 哎 太虚圣主说笑了 我怕风铃长老之事 现在人尽皆知 我已经为此头疼好几日了 哈哈哈哈 有所耳闻 我还以为发生了此事 圣主不会赴约了 死到有不死平道 神七星 你既然来了 那算你倒霉 嘿嘿嘿 谁能想到 云野居然手段那么下肚 堂堂大能 放下身段算计风筝了 圣主就在里面听着呢 就躲一个找死的 哈哈 这个 不提不提 里面请 虚雄是不是想掩人耳目 说那件事 那位潜逃的圣女有线索了 可恨 我心灵圣玉 出那么大力图灭神族 最后除了单方 什么都没得到 还是得尽快抓到那名圣女 嘿嘿 这么说也没错 圣主进去就知道了 这老鬼打什么哑民 到底抓没抓到 都没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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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灵圣地 我心灵圣地 我心灵圣地